36名幼童的毛髮都没有剪出有八笔妥类的药物 以及本二蛋瓶类的这个药物 本署侦办新北市板桥出狱 某幼儿园人员 以示喂食幼童不明药物 涉嫌伤害妨害幼童发育等案 目前正有专案小组积极的在侦办当中 本署在5月23号起 就经过家长以及幼童的同意 陆续采集幼童的毛髮 采集的毛髮的长度 大概可以回溯3到6个月以内的药物试用状况 今天上午我们就收到全部的检验报告 检验的结果如下 第一点的部分 36名幼童的毛髮都没有剪出有八笔妥类的药物 以及本二氮瓶类的这个药物 第二点的部分 我们也有去验一些感冒药的成分 那部分幼童有验出有一些药物的反应 但是这些药物都是一些常见的感冒药的成分 那我们的这个检验报告的这个检验方法 它是第一个是采用毛髮 它回溯期比较长 第二个是它也是用直谱仪的方式 而且经过两阶段的确认 所以它基本上没有弱阳性或者伪阳性的问题 它的正确性是应该是无庸置疑的